當我到第一線空軍部隊的時候 警戒勢力隨時準備緊急出勤的飛官 充滿信心告訴我 務必將空防交給空軍 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 為國受傷甚至殉職 我們感念他們的付出 臺灣經濟的前景 是有賴於區域的和平穩定 我們很清楚 但是示弱退讓不會帶來和平 只有自我準備充足 憑藉著堅實的防衛決心和實力 才能保障臺灣的安全 維護區域的和平 精進國防實力 降低戰爭的風險 這是當前我們國防政策的原則 這段時間 面對對岸基建的騷擾 臺海情勢雖然比較緊張 但是我們的國軍 都能夠及時掌握和因應 達成防衛固守的任務 這幾年來 只要我有時間 我就會前往部隊看看我們的國軍官兵 從高山上的空軍列達戰 到返航靠港的海軍艦隊 從在陣地操演 操練的火炮陸軍部隊 到培養年輕軍事官的學校 我的目的 不僅是要對這些日夜輪班 保家衛國的軍人說一聲謝謝 也要讓我們的國人知道 國軍是我們的家人 也是國家主權 自由民主最強的後盾 在跟國軍官兵互動中 許多故事堅定了我的信心 我還記得當我到第一線空軍部隊的時候 警戒室裡隨時準備緊急出勤的飛官 充滿信心的告訴我 務必將空防交給空軍 我也記得我在陸軍工訓中心 看到我們女性軍官帶領的工兵同袍 展現出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氣迫 在海軍水下作業大隊 則有穿戴重裝備的弟兄姊妹 奮勇潛入海底 排除障礙 這就是中華民國國軍 他們不分前線後勤 不分男女 都是我們的子弟 都有共同守護國家的信念 這段時間以來 也有國軍弟兄姊妹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 為國受傷甚至殉職 我們感念他們的付出 並且以英勇盡責的國軍為榮 身為三軍統帥 國軍的未來 未來的國軍 就是我最心心念念的事情 面對對岸的軍事擴張跟挑釁 我們會持續強化防衛戰力的現代化 並且提升不對稱的戰力 在外購武器裝備的同時 我們仍然堅持加速推動國防自主 高校機潛艦國造已經有相當成效 我們將以雙軌並進的方式 來強化我們防衛的實力 不僅武器裝備性能正在提升 國軍更需要有素質優秀的戰士 除了提升志願從軍官士兵的專業素養 更要建立有效的後備制度 來強化國軍的人力素質以及戰力 這段時間以來 相信有許多被教育召集的後備軍人 都覺得教招變得更加的矜持了 而在長後一體的原則下 接下來後備動員制度的改革 將會快速的推動 面對區域和平穩定受到威脅 我們堅守不畏戰不求戰的原則 避免擦槍走火 國防部也會適時發布共軍的動態 和周邊國家交換資訊 強化安全夥伴角色 也讓國人明瞭台海動態 讓全民國防更加堅實 這段時間 我們都密切注意著區域安全情勢的變動 從南海 東海主權爭議 中營衝突 到台海局勢的變動 乃至於各國關切的港版國安法實施 印太區域的民主 和平與繁榮 正受到嚴峻的挑戰 區域內的國家 為了確保自身的安全跟民主體制 不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 而展開了各種形式的合眾聯合 已經導致這個區域發生前所未有的情勢變化 我們要把變局的試煉轉變成歷史的機遇 我們堅持主權 以及守護民主價值的原則不會改變 但在策略上也會保持彈性 靈活應用 形勢在改變 只有超前部署才能掌握未來 才不會在變局中隨波逐流 甚至被別人決定了命令 我們將積極參與未來的國際 跟區域新秩序的建立 我們會秉持價值同盟的原則 在國際社會廣結善緣 並且跟理念相近和有我的國家 持續提升夥伴關係 我們也會更積極地參與區域及國際的多邊合作和對話 維持和平 促進繁榮發展 這就是中華民國臺灣在區域中最重要的價值 我們要做良善的力量的倡議者 將進步跟良善的價值推廣到全世界 我也注意到 對岸領導人最近在對聯合國視訊演說中公開表示 中國永遠不稱霸 不擴張 不謀求勢力範圍 在區域國家乃至於全世界 都在擔憂中國擴張霸權的此刻 我們希望這是一個真正改變的開始 尤其在全球高度關注印太及兩岸局勢變化的重要時刻 北京如果能夠正視臺灣的聲音 改變處理兩岸關係的態度 和臺灣共同促成兩岸的和解和和平對話 相信一定可以化解區域的緊張局勢 面對兩岸關係 我們不會冒進 也會堅守原則 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 是兩岸共同的利益 我們有決心維持兩岸的穩定 但這不是臺灣可以單方面承擔的 而是雙方共同的責任 現階段兩岸當務之急 是本於相互尊重 善意理解的態度 共同討論和平相處之道 共存之方 只有北京當局有心化解對立 改善兩岸關係 在符合對等尊嚴的原則下 我們願意共同促成有意義的對話 這就是臺灣人民的主張 也是朝野政黨的共識